2018年3月14日 霍金离开了人世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曾经留下过许多惊人的预言 比如说人类40年内 知名火星 本年内将移民其他行星 金科技将改良人种 世界会有超级火山爆发 甚至会出现生化危机等等 但是这些都比不上他来中国三次后对秦始皇过出的预言 他在生前曾经说秦始皇还活着 只是走不出地宫而已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基本规律 霍金的这个年显然违背了生物学以及物理学的常识 根据史料的记载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就驾崩女畜寻途冬 一个死了两千多年的人 霍金为什么说他还活在地宫里呢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里的地宫里 没吃没喝没空气 活人根本无法生存 那霍金这样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 我们先讨论一下人到底能不能永生 首先霍金的这个说法虽然违背了目前人类认知的常识 但并不代表着人类的永生和重生就一定不会实现 战果时期 装死在逍遥游中曾经提到过游无穷这个概念 所谓游无穷就是到无边无际的地方去漫游 这种境界下人已经突破了生死限制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详细描述了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的故事 那么让我们来发挥一下想象 秦始皇有没有可能像霍金所说还活在地宫里并没有死呢 今天有很大一部分研究量子力学的科学家就认为 人类的死亡其本质是在另外一个宇宙变成了一种新的形态 并且以这种新形态活着 死亡只是一种幻象 这其实就是一种重生 这与多世界里人不谋而合 我们可以假设 秦始皇所处的地宫就是我们所处世界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 秦始皇会不会一直以另外一种新形态活着呢 当然 这只是我们的一种假设 其次还有人提出 秦始皇还可以通过一种新的神秘力量来获得重生 东晋时期的世纪里就收录了一则秦始皇与神秘力量对话的故事 故事里的晚屈人身高时丈 拥有飞船日行万里 他们一天就相当于我们地球人一万年 与秦始皇谈古论经如同亲历 并且这本书的作者指出 秦始皇之死始终是一个谜题 如果真有此事 那秦始皇会不会真的通过借助外星力量获得了永生 还真是个令人瞎想脸皮的桥段 还有就是 今天新的生物学认为 改变一些细胞也能够让人实现长生 今天的冷冻复活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说了这么多 做一个总结就是 人的永生或者重生不是不可能 只是困难重重 霍金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我们通过他的大作《时间简史》可以了解到 霍金对时间和空间提出了很多新的设想 霍金认为已经去世的人通过某种时光隧道 比如说虫洞或者飞船变成了时空的旅行者 在那个多维的无限世界里 他们可以一直漫游 就如同在地球活着一样 这也许就是霍金所说的 秦始皇还活着 只是走不出地宫而已 这句话真正的含义 不知道各位大神是得要理解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我是铁锅 感谢大神的关注点赞和转发我们 下期视频见